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332集 张凡照着做了 他赫然发现 翘雪内的相不知气 反应居然是无比迟钝 他费了九牛二吼之力 却发现相不知气 根本不能从体内排出来 看来这恶鬼 恐怕并不简单 没错 这恶鬼恐怕是和 悬门中人有合作 恐怕不是这个恶鬼 和悬门中人合作 而是有悬门中人 在控制这个恶鬼 欧阳老头双眼 略带深意地看了一眼张凡 一般出现悬门中人 与邪随合作的事 大多数情况下 都是悬门中人控制恶鬼 让恶鬼帮得办事的 这世界上 最为可怕的 并非是恶鬼之类邪碎 而是人心的 这医院被那悬门中人 施展了可以压制 我们体内悬门之气的悬术 由于咱们两个的道行 都不如那不知悬术之人 所以咱们也看不清 这悬术的脉络 对咱们来说 这悬术是无解的 要不咱们把这女孩搬离医院 出了医院之后 我再行施法 到时候找到那个恶鬼 不行 咱们一旦有什么大动作 背后那悬门之人 一定可以察觉 无论咱们去哪 他都可以施展同样的悬术 来抑制咱们 跳动体内悬门之气 再说 以清灵目前的身体状况 也不宜做过多挪动 很可能 在挪动过程里 他就已经死了 到时候 一切都完了 那 那怎么办呢 要救清灵 首先 就要找到那恶鬼 只有把恶鬼除了 才可以把清灵救活 接下来 再寻找那控制恶鬼的悬门中人 也不迟 可是 我调动不了体内风水器 不能布置阵法 这 这怎么寻找恶鬼啊 我来问你 对于恶鬼来说 这方圆五公里之内 什么地方 是最安全的 对呀 医院 医院 有压制悬门中人的悬术 自然便是恶鬼最好的藏神之所 若是恶鬼在医院外 其他的悬门中人 感知到恶鬼的存在 再跟这恶鬼动起手来 反倒是麻烦了 没错 我觉得 这恶鬼就藏在医院里 恶鬼存在的范围 瞬间从方圆五公里 缩小到了整个医院了 老林 秦灵住院 有几天了 哦 四天 张帆维维点头 这恶鬼 在医院里面藏匿四天 他怨气颇重 这医院里 必定会发生一些 和往常不一样的事的 这样 我出门一趟 你们在这边等我 说吧 张帆便出了房间 他是医院的副院长 直接找安保部调查 那也是可以的 但是张帆并没有这么做 因为如果那样太过于显眼 必定会引起恶鬼背后的悬门中人主意 而且对于医院的名声也不太好 他直接便到了心脑外科的护士站 找到处心 处心此时 正在护士站里 为人们办理出院手续 见张帆过来 他的眼神上 不由浮现出了一抹惊喜 张帆 说着 他回头看了眼神旁的同事 稍稍平复了一下心情 又说 张院长 你来了 张帆笑着点头 而后又问 我有点事情问你 一会儿处理完手头的工作 来办公室里 我在办公室里面等 我干完手里的活 马上去找你 这些天 处心时不时会想起张帆 这期间 他也想给张帆打电话 但是 始终不好意思 如今张帆主动出现 他自然是颇为高兴了 张帆进入护士办公室里面 没一会儿 便见处心 快步走了过来 好久不见了 张大院长 行了 别开玩笑了 过来坐吧 我有事问你 处心笑了笑 坐在张帆的身边 说吧 什么事 这四天里 你们医院有没有发生过什么 比较稀奇的事 稀奇的事 这我可得好好想想 对了 是关于哪方面的 跟邪碎有关 邪碎 初心小脸一白 小时候 到时候听奶奶说过 有关于邪碎的事 那可是把她给吓坏了 从她内心来讲 她是不愿意相信这些东西的 不然的话 晚上下班 她都不敢回家了 你不用担心的 邪碎的目标 都是那些身体比较差的人 阳气不足的人 你这身体啊 不会招邪碎的 看出处心的恐惧 张帆急忙安慰了一句 可是有一种情况 张帆却没说 那便是像林清玲这样的 她的身体素质也很好 之所以会招了邪碎 是因为有人想要害她 哦 初心轻轻嗷了一声 夏也是点头 要说有什么有关邪碎的事情 那倒是没有 不过有一间手术室 突然变得特别冷 我听奶奶说 那阴气好像会让人产生一种阴冷之感 是怎么回事 阴气的确会让人产生一种阴冷的感觉 你奶奶知道的还真的是不少啊 我听我爸说 我奶年轻的时候挑个大神 治好了不少人的病 当然我一直不信 现在我奶奶可和蔼了 我感觉我爸是在骗我 主心嘟嘟嘴巴 张帆看了他一眼 主心父母宫主妇的位置很正常 并没有什么复杂的面向 如果主心的奶奶 年轻的时候真的是挑大神的 在主心父母宫主妇的位置 应当是有所显现的 当然却并没有 或许真的是主心的父亲在骗他 对于这事 张帆也并未多想 毕竟他找主心是有目的的 是来打听医院里面的情况 寻找恶鬼的 主心 你能带我去那间 医院的手术室里面吗 我想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行 我马上带你过去